字幕提供 Hi Guys, Welcome back to 狗兵Channel's YouTube Channel 歡迎回到狗兵的 YouTube 頻道 今天呢,狗掌玩玩具呢,會來到一個 就是 我相信大家 如果有看我的Vlog 我20號的時候,朋友有來台北來找我 那時候我們去台北地下街,那你知道去到地下街 就是 就是花錢的時刻 那花錢的時刻就是 手就不小心滑了,然後就跑去扭了一堆扭蛋 對 在各位的眼前可以看到這幾顆 其實總共有7顆 這個系列 它同個顏色是同個品種 所以我不小心扭到這三個同樣的顏色 我很 我有點生氣 我那時候當下很生氣 我扭了7顆 然後這個角色有5隻 居然都沒有中 居然有2隻沒有中 到底是什麼意思 好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直接打開來看看 今天要開箱的這個系列呢 叫做 動物合掌 這邊有看得到 動物有 大象啊,熊貓 然後一隻很像 兔子嗎 還是豹之類的 中間那一隻 然後再來就是兔子 跟青蛙 白兔跟青蛙啦 對 那你看呢 五隻我只扭到三隻 再來剛剛開了這一個 就是兔子啦 你看 這是兔子 而且我第一隻扭到的就是兔子 它長得還蠻可愛的 老實說 它長這樣 還蠻可愛的 老實說 OK 那 另外同個色系的 我就不再 重複開了 對 我兔子扭到兩隻 OK 第二隻呢 是大象 欸 它的大象很有分量 它比剛剛的兔子還來的大隻耶 那這是 扭到的大象 它超大隻的 然後兔子旁邊小小隻的 欸 60塊這樣子大象是比較直的 因為它分量夠大 對 它的分量夠大 我不知道會不會太近 大象也很可愛 讚 啊大象的話我也一樣留到兩隻 然後最後一顆 最後一種 最後一種 panda panda 來自中國的熊貓 yeah 那個人對熊貓 不是很有愛 我原本也比較想要扭到青蛙的 這個是 熊貓 so 你剛剛看到我這麼多顆扭蛋呢 我熊貓扭到三隻 兔子兩隻 大象一隻 那大象你也是兩隻 那沒有擠到全套我有點不甘心 所以呢 在下面留言 開放 如果你有扭這個核掌系列的 動物核掌系列的 想要交換的朋友 麻煩死青蛙 我想要青蛙 或是幾整套都可以 我的熊貓多兩隻 我的兔子也多兩隻 啊我大象會有一隻送我朋友 OK 所以 拜託 我想要 我想要交換 拜託 OK and that's all 這是 今天的狗掌玩玩玩具 今天的狗掌玩玩具 那就 如果喜歡影片 不要忘記在下面按讚 訂閱加分享 然後 留言告訴我 你要不要交換 或是你有沒有扭這一系列 好 歡迎大家去扭這一系列 這一系列其實還蠻值得 而且還蠻好看的 僅次於厚道那些系列 我比較喜歡的這個動物系列 OK 那感謝各位支持收看 開箱 玩具開箱 就到這裡啦 下次見 掰掰